来来来来来 邀家人供应可以吗 看 上班说喝酒 他们在说我了 说你 这公司谁还敢说你 那你敢上班说喝酒 怎么啦 法不责重 法还是你定的 我怕什么 那你不怕他们说你 上班的时候 拉着老板喝酒 不怕 我还想让他们看见 你不觉得 在一个群体里 如果这件事只有你能做 是一件殊荣吗 我觉得我哭 我上去什么 我怎么不记得我跟你喝过 你跟谁喝呢 不会前男友吧 真的 哎那我能问问吗 顺道啊 你跟你前男友为什么分开 可能 他觉得没有新鲜感 不对 我觉得 这句话不成立 你知道在一段感情里 如果两个人真的相爱的话 新鲜感从来不是问题 那你就能保证 对我一直有鲜鲜感 哎 你知道为什么 我喝酒 不喜欢加饼 只是把杯子放进冰箱里吗 为什么 因为 冰一直会融化 它化了就会成水 水会冲淡酒 到最后 杯子里只会成水 而我对你的感情 从一开始就不加饼 但是 杯子里的酒也会喝光 那杯子里只剩空气了 嗯 哎你知道吗 重要的永远不是杯子而是酒 就像我喜欢的是白蓝蒂 它咖喱醇喝 我甚至可以不用杯子去喝它 因为我喜欢的就是这款酒 而你 就是我喜欢的那款白蓝蒂 就你会说 哎不对 你不要听我怎么说啊 你要看我在跟你说的时候 我眼睛里是什么 因为新决定的东西 嘴欺骗不了 你这么着急把我拉来 就是说这些啊 嗯不是 我后面要跟你说的才是终点 我刚才看你在那边忙着脚打 好脑手了 然后还给我发消息 告诉我你吃什么 你要干什么 其实你不用这样 你知道吗 你跟我在一起 你不需要跟我包备 你不需要跟我说 你干什么吃什么 你要跟谁打游戏 你知道吗 因为我清楚 我只是你的男朋友 而你要自由的做你自己 我喜欢他也是这样的你 我什么时候承认你是我男朋友了 我的身份不需要你承认 我只是需要摆证我的身份 当你需要我的时候 我就在那 说这么多 不可 什么意思 干什么意思